我覺得可能我們要把這個青年參政稍微再把它打破一下 就是說我們要把它更擴大來看 就是說青年返鄉的公共參與 它不一定是參與政治 因為可能大家覺得參政這件事情就是參與政治去選舉這件事 可能會有這個影響 那我覺得我們要談的是青年返鄉的公共參與 也就是說返鄉裡面它背後會帶有一些公共性 不一定是參與政治 可是一定會有所謂的政治性在裡面 帶有一些政治的企圖 不一定是選舉 可是你可能嘗試想要去改變一些什麼東西 這樣比如說地方上的政治 或是帶有一些理想 你覺得你看到了你回到了家鄉 你看到哪些不用把環境變差了 你投入了環保運動 這也是青年返鄉的公共參與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我稍微把這些做一些澄清 就是說板鄉公共參與可是它背後一定會有一些政治跟經濟的因素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會談比較多這個部分 我在想 那我想說我也稍微引言一下 因為對於這個議題我其實還蠻有感的 大家講到第一次投票很有感 我其實是因為針對青年返鄉這件事情很有感 也就是說 呃... 我在NGO工作很久 那...可是我NGO工作的經驗其實對於我 比如說我回到台中我的故鄉來 那...呃...它其實會帶給我一些又很不一樣的... 過去的經驗可以讓我再回到家鄉以後看到家鄉一些很不一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呃...其實... 剛剛東海社工的人學弟好 我是東海社工畢業的 所以我是透過一種從社區工作的方式 也就是從社區裡面開始去根本去想像說 呃...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社區 從下而上而來改變 因為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先來講說地方政治 或講地方派系 這四個字 你們覺得聽到這四個字你們會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人可以稍微反應一下 沒關係...你有什麼感覺 地方派系或地方政治 你第一... 一聽到這四個字你會想到什麼 你會想到什麼 有沒有... 隨便講 余輝 余輝 你會...你會隨...你...隨便講 沒關係...你想到什麼 地方派系你會想到什麼 黑道 黑道 還有什麼 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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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說這個好像很黑、很負面 那我就在想說不對啊 因為黑道這件事情你覺得全世界也沒有可能有一個國家沒有黑道這件事情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黑這件事情會存在 所以它其實是負面的它會存在 那我就在想說它就是會存在會存在那邊 可是我要怎麼去改變所謂的不好的地方政治或地方派系論 然後我就有一個新的想像 那我們就是要 我們不是要去解構掉地方派系或地方的政治 傳統的地方的政治 而是我們重新建立一個進步的地方派系 那要怎麼去建立一個進步的地方派系 我就想說那我就回到比如說是在好辦這個地方 我們有選上一個好的民族的小草 可以開始有好的民族的可能性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開始在這個地 這個社區裡面開始重新建構新的經濟的可能 新的社會經濟的可能 也就是說我要透過合作式的經濟取代掉那個競爭式的經濟 比如說我在這個社區裡面 我有好辦 我要不要再開第二間好辦呢 如果有好辦你賺錢嗎 不要嘛 我們應該讓這個社區是共同共融的方式 也許社區缺了什麼 缺了可能是一些社區的餐廳食堂 那需要 社區的人需要來 那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如果這個社區裡面需要有咖啡店 他就有 不是大家一窩蜂 每個年輕人想要創業都說 我想要開咖啡店 那這樣就失去了合作的可能 那失去了讓社區可以共融的可能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今天要討論這個議題 我相信陳文斌導演 他一定會有非常精彩的一些分析 那我自己有這些很粗淺的一些基本的看法 先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好 那 那我們就先歡迎陳文斌導演 謝謝 謝謝總理 那個 我還是站著講比較奇怪 那個 坐著就會講睡覺 那個 其實剛剛聽各位的自我介紹 我覺得每個人講的 講的這個 對這個議題的認知都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 那我們來對談這些問題 我想兩三個小時都不夠 那 所以我想用很簡短的時間 把我個人的經驗 把我個人參與地方政治 然後回到地方 然後又從地方再出來 這個過程跟大家來做分享 誰統治台灣青年返鄉公共參與的政治經濟分析 我剛剛問一下 這個題目是總理幫我訂的 我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那 或許在我臉書裡面有寫到一些 Mama的一些話題 但或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政治經濟分析也好 我想 一開始我想先說 我其實並不是那麼有資格談青年返鄉 因為我是已經中年了 我已經四十六歲 那但是我在 我1994年退伍 1994年退伍的那一年 我考上台北的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 一個月的基本薪資是三萬八 然後我坐著火車要去台北 那時候還沒有高鐵 我坐著火車要去台北的時候 遇到了那個時候的彰化縣的立委 我忘了是立委還是國代 翁金珠 翁金珠就問我說 剛好他就坐我旁邊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彰化了 因為都在彰化火車站上車 我說我坐著火車 你六甲 我說我六甲 我說的六甲 那就是從彰化到台北的路上 我們就聊了很多這樣子 最後的結論就是 翁金珠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回來 你要不要回來的地方 結果我後來到媒體到報社區上班 晚上的一個禮拜以後 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要不要回來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 那個時候彰化有一個 那個時候媒體還沒有開放 所以有那個叫做地下電視台 這明珠台 大彰化明珠台 那我自己本身又對影像的工作很有興趣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念本科系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去接觸到攝影機這件事情 所以我後來就打個電話給翁金珠告訴他說 我想要回去 但是我回去可以做什麼 他說你就去電視台去電視台看看 然後我就去了 就去在園林的那個大彰化明珠台 大彰化明珠台 去的第一天我就 那個 那時候也不是很健全 然後他們就丟了一台攝影機給我 就叫我出去跑新聞 這樣 那怎麼跑新聞我完全不會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新聞科系的 也不是攝影科系的 我甚至連那個攝影機上面的幾個開關 那都還要查英文 看他是怎麼使用這樣子 我跑的第一條新聞就是花壇鄉代會開會 花壇鄉公所的代表會開會這樣子 我坐上了摩托車 然後就開始開機 開機就沿途就一直拍 然後呢我就先到這個花壇菜市場 然後就麥克風就督開 欸我上去問今天代表會要開會齁 你對代表會開會你有什麼意見 蛤? 蛤? 代表會 今天代表會要通過這個 我們潛水糕的醫生 你真的對這個你有什麼意見 蛤? 潛水糕 這搞不好有關的 我就問了一大堆這個 然後呢後來又到代表會裡面去 然後針對他們的每個議案 討論 然後又去問 結果結果我後來變成是一個 trouble maker的記者這樣子 回去到了新聞台 我那個 我還記得那時候用的是 那個vhs的袋子 我大概一個代表會開會 拍了三卷袋子 有大概有三個小時多 那電視台他只要一個 兩分鐘的新聞 這個是我跑的第一則新聞 或許也是我對所謂的 地方政治的第一次的了解 原來代表會開會是這麼的 隨便不經意 甚至就是 選民對代表會的開會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在意這樣子 過了沒有多久 有另外一個電台 都是地下電台 我那時候處理的都不會是這個 都不會是這個合法的事情 另外在和美有一家地下電台 叫做大彰化電台 這個電台有節目 然後有很多人願意去談東西 但是沒有人願意當台長 因為做台長會不會拿去關 那時候做台電台的台長會不會拿去關這樣子 結果 翁青豬最後問我說 有個地下電台的台長 現在缺一個台長 你要不要去當這樣子 我就說好啊 那時候也笨笨的 我就說好啊 但是我 白天還是要跑新聞 反正台長只是掛名的 那時候不知道說台長掛名 就是出事要抓台長去關那個 但那時候也不怕 那時候如果不怕 那時候如果不怕 因為那個時候大概是 94年 93年94年的時候 如果老一輩 像我那時候有印象 我跟那個 我那時候在台長的時候 做會部台議運動 那時候做其他的工作 大概93年94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國民黨政府大量的操台 補特市 新車 那個在 海洋集車 萬春風 有各個地方的這個地下電台被大量的操台 為什麼大量操台 因為那個時候的民主的聲音 那時候沒有 Facebook沒有 所有傳播的管道 都是透過地下電台發送出去的 所以到了94年 我回去彰號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 那個熱心的人很多 不過熱心的都不是青年 熱心的中年 或者熱心的老年很多 但是可能因為他們經過了這個 白色恐怖的時期 經過了 看過了這個美麗島的這個大白骨 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願意用藝名 用藝名在電台主持節目 但是沒有人願意當台長這樣子 那我那個時候算是青年 那個時候應該才25歲左右 24 25歲左右 所以我就去當了台長 我當台長的想法 當然不是只是一個掛名的台長 所以我就會想要參與電台的整個主持啊 電台節目的規劃什麼的 然後才發現其實 因為傳播 你擁有的這個傳播管道以後 才牽涉到所謂的這個地方政治 才牽涉到剛剛總理所講的這個地方派系 所以我現在其實看電台 大概像說你們都聽電台 長天君啦電信祖啦 就是大概就是知道是哪一個派系的 然後會去用這個電台作為工具去批判哪一個派系這樣子 那媒體也成為民進黨在地方派系的一個工具 那國民黨玩大的 國民黨當然那個時候玩老三台 用這個影視媒體來加諸在民進黨的身上 叫民叉黨或者叉進黨之類的 那民進黨就玩小的 玩小的是什麼 就玩地下電台 地下電視台 我算是非常早期去參與到台灣早期的地下電台 跟地下電視台的參與 但是在那一年半的參與裡面也滿身的挫折 那個滿身的挫折是什麼 這個或許是我說我可以談青年返鄉公共參與的失敗經驗 我沒有辦法談太多的政治經濟分析 但是我有很多次的失敗經驗 那這個失敗經驗可以提供出來給大家 作為你們現在要參與地方政治的 就是說不一定是地方政治 首先我想要講的一個失敗經驗就是說 在我對民進黨在地方政治的了解 特別是這十幾年來的狀況 就是民進黨其實缺乏一套思想思想論述 特別是跟年輕人對話的這個討論的空間 年輕人如果回到的地方要去參與公共事務 先不要講說參與政治 單單參與公共事務的時候 很快的你就會被所謂的地方上的這個 派系上的人會被看到 然後呢他會來邀請你 邀請你你可能很快的進去 這時候年輕人會遇到兩個狀況 一個是你對政治的思想就會太過單一化 太過平面化 什麼叫單一化平面化 就是說那信條流講演 那所有他們講演外的那都是信條流 那這個派系跟他們那個派系不一樣 所以莫名人就是信條流 沒有那個比例的倒下 那個比例的 那個王金主那個 那個就信條那個 所以這裡還搞不清楚誰是誰的時候 你就已經先學會了標籤化別人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因為年輕人還沒有學會如何思辨 地方的這個政治勢力 山頭也好 太系是如何形成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在參與政治的過程 就很快速的被廉價的單一化的 教你如何去標籤化別人 這也是我在民進黨裡面這幾年看到的這個年輕黨工的一個不進步的狀況 但是最近幾年有改變 前面幾年大概就是阿平執政的那幾年的這個黨工化 那個是非常的嚴重 就是派系內鬥的那種黨工化是非常嚴重 以至於你要參與地方上的事情 你就必須得先插旗子 插旗子 來表示你是屬於哪一邊的 那為什麼要插旗子表示屬於你是哪一邊 因為我們唸社會學的都會知道說 那個國民黨的黨國的NP主義 就是你這要插旗子 插旗子 我插旗子 我插旗子 我就讓你做委員代表 你這個水裡 水裡底我如果要標 如果要走的時候 你可以優先來成標成數這樣子 或者我土地變更改變的時候 或者說你農地要蓋農社的時候 因為你是農會學完 因為你在農會選起的時候是屬於我 所以我就給你很多的優惠 或者給你很多你所不知道的資訊 沒有公開透明化的資訊 包括土地標售 包括這個水利地的 七零地的標售 包括這個四地重化 地木的變更 這個都是攸關著 我們生活裡面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它被鎖在一個黑箱裡面 在國民黨裡面 剛剛總理有問大家對地方派遣的了解 龍魚會啦 這個言清彪啦 這個黑道啊 因為它擁有權利 它擁有了這個權利 擁有了這個權利 而且這個權利是不透明的 然後 所以你就必須得去靠過去 靠過去你才能夠分享 去分享到它所使用完以後 願意再施捨給你的一點點小權利 這樣子 民主進步黨在最近幾年 慢慢慢慢的 這個地方化 地方也有一點像國民黨化 剛剛有彰化的朋友 彰化的年輕人 提到說這一次的投票很有感 那我相信最近的感覺會更有感 那我要在這邊跟你抱歉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彰化的選舉 我有參與 那我參與的過程呢 就是國民黨說你們找了一個導演 一直來抹黑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 我又跳出來講說我沒有抹黑 我只是把林昌敏做的事情告訴大家 我拍了一支廣告就是一個女生說 我反而林昌敏支持和戀場 我反對國光石化 林昌敏支持國光石化 好 就是大概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 這個廣告本來講說 大概就可能只是 內部的幾個知識分子會看而已 結果後來發現 透過那個亮麗他那邊去分享出去 總統統下來有二十幾萬人次 那這個是很可怕 不是說很可怕 就是說那個影響力是很大的 回到後來當選的這個彰化縣長的狀況 其實我不大想講他 我不大想講他 我是怕得罪他 可是我覺得我很浪費時間在講 在講一個沒有政治信仰的人身上 因為這二十幾年來 或許我也從他可以崛起的這個過程裡面看到說 原來這個就是以前的人認為的政治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民進黨的地方政治人物 開始強調良心這一件事情 良心就是跑紅白鐵 跑紅白鐵變成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行程 每天的行程裡面特別重要的 而且還製造出了一套SOP流程 什麼叫SOP流程 我曾經有過一次 去參加我同學他爸爸的這個告別式商品這樣子 然後呢我旁邊坐著 告別式不是一群人都坐在那邊嗎 然後大家都會寫這個單子啊 等一下要攻擊這樣子 那我旁邊坐著一個民進黨的這個 這個議員這樣子 然後他就 這個女生就開始喊 中華館議員丹文兵主席 用 然後就跑起來 你知道嗎 我整場嚇到 但後來人家說他每一個場合都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必須要做出跟其他民進黨的 的議員的公計更不一樣 讓大家能夠在公計的場合記得他 所以他必須要做得比別人更有架勢 那個架勢呢就是把所有的這個 本來一個追悼的儀式發自於內心的儀式 把它給標準化、軍事化、統一化起來 另外一種狀況是 就是 就一樣是我跟我那個同學聊 晚上的時候我去他家做 因為他爸爸其實以前也很早 很照顧我們這樣子 那我晚上去他家聊 聊一聊以後他就跟我說 你怎麼可以跟你們那個某人說 說叫他不要再來 我說 快想什麼事情 我們那個 如果嘉儀曾經有發生過這個 傷勢的 大概就知道 去都會有那個簽到簿 對不對 某某人簽到某某人 的助理 幾點幾分來 然後過了大概一個小時 立法委員某某某 劈頭的助理 幾點幾分來 立法委員某某某 他說一天起碼來簽20張 那個是 那個當然就是老闆規定的 老闆規定 我後來看到立法委員某某某的老婆 我說那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他應該要多娶幾個老婆 才有辦法幫他share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在 會讓他們認為做這件事情是對的 或者說是有效的 什麼叫有效的 就是他已經長期做了十年有了 然後屢次選舉 屢次都會高票當選 為什麼 那對他來講 那表示有效 所以甚至到現在高票當選以後 他還認為說 我之所以能夠高票當選 就是因為我沒有任何 那跟社會都沒有關係 那跟你做那個文選什麼 那個有的不的都沒有關係 重點就是因為我很沒有任何 而且我所有的助理都很沒有任何 所以現在都交代局處手上 通通都要去任何 你想想看一個政府 一個公家單位每個局處手上 每天有那麼多專業的事情要做的時候 你交代他都要去任何 他的所有的時間全部都花在那一種 人群社交的工作上面 那這個可能也是長期以來我們地方政治的這個 偽善也好或者是妥協也好 就是基本上大家對政治人物會比較寬容一點 所以家裡不管有什麼事情 有某某政治人物或者局處手上來是幫家裡沾光啊 所以多少就會讓他們 比如說他們會透過這樣的一個公共的場合裡面去講話 然後呢講的大概就是說 我的建設是什麼啊 我在這邊做了什麼事情啊 那我覺得其實有些都已經是反客為主了 像其實我很討厭婚禮上面政治人物上去講話 然後他其實跟這個家 女方也好男方也好也不熟這樣子 但是呢他們很厲害 他們訓練了一套這個戲顧臉 致詞的方式 所以呢只需要把這個人民給替換掉 全部都成立這樣子 我以前還遇過那個 地方的政治人物 地方的議員 他開車然後車子後面呢 就是放了一堆的這個碗簾 然後呢開車只要經過 如果家裡有在辦商事就會有那個人家 人家都會送花圈啊 白白白算 那開車過去然後就回來看 某某公某某 然後到側箱一打開 就直接在上面寫 然後用一個立法院的袋子 送完人來涼香 然後就開始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在都市裡面其實也不是只有鄉下這樣子 在城市裡面也有 城市裡面最經典的大概就是 以前的這個立法委員 他已經過世了啦 所以我可以講他的名字 民進黨的立委朱新宇 朱新宇 朱新宇呢他每天就是去跑這個高雄市的賓儀館這樣子 那個賓儀館裡面有賓儀館裡面有賓儀館 賓儀館的時候就比較少人 那賓儀館的時候難得很少 他跑了跑了 他那個是非常有名的 遠遠的那個銀堂在前面遠遠的 他就開始跪了 跪下來然後就用爬的爬進去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去領館就好像我剛剛說的那一套 如果你做的事情跟別人一樣的話 別人就不會記得 因為所有的公子都會來 但是呢所有的公子裡面 只有你一個人是跪著進去的話 大家就會記住了 他最典型的一次是 因為在鳳梨的時候 他去跪 因為他那天你看是跪了太多拖 結果他跪跪跪跪跪跪跪了 年齡的時候那個看的照片 這不是對手的跳腳 有被選舉的時候去跪到中心了 然後再看看旁邊的 全部都是國民黨的立委 他還是一樣喔 還是一樣 照樣磕頭啊什麼的 因為以前我當過這個國會助理 我在立法院當王拓的助理的時候 剛好朱欣瑜也是當立委 所以有一次就跟他臉 他非常這件事情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而且他非常得意的告訴我說 他看到以後他當場非常的靜 而且繼續哭 感情用得更多這樣子 那旁邊的那個國民黨的人啊 就開始說 欸啊這跟民進黨 哇民進黨的法度對他這樣喔 那自己人都沒法度 這是要做得很感動 你知道嗎 後來起來齁 這個人家去扶他起來 他說沒有啦 這個人家去扶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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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選舉 立刻變成他的莊強 因為太感動了 整個這個過程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個 攻擊碾槍成了地方政治人物的描演舞台 你看 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讓地方政治人物 你當然可以來 可是你不要把這個場合搞得太過 就太過表演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或許得要靠我們自己 就我們自己起來慢慢的來講這樣的事情 那青年返鄉公共參與 我其實最近幾年跟那個 我們彰化有個基農 叫做姚亮毅 他在河美 然後我在入港 那最近幾年 就跟漁役互相都有些互動這樣子 那前陣子聽他在談一個東西 我就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他回去養雞 然後養雞也養得不錯 因為他爸爸在養雞這樣 所以他日裡兩萬雞 然後他回去養雞算是 本來就已經有基礎的這個 有基礎在 但是他就會 比如說他開始去思考 一個對這個生物比較和平的 飼養方式 去談所謂的這個食物正義這樣的東西 那最近他在跟我談 跟那個就是他在觀察中樓道的互聯網 然後我們在思考要如何 或許我們有機會如何去發展一個APP 就是把中部的所有的這個畜牧業 養殖業 或者是年輕人返鄉的這個有基農業 或者是像你在做園藝的 他可以把它整成為一個平台 透過這個APP 然後讓你們下載可以直接訂購 那最重要的是去整合整個物流業 因為如果你們有自己返鄉 不管是自己種到種花種園做園藝的 其實要種很簡單 要怎麼賣才是一個問題 出去的那一條物流才是問題 所以以前台灣的歐島 會我找一個 以前台灣的歐島 其實這個跟黑道也有關係 黑道為什麼剛剛說這個 大家提到地方政治會談到黑道 台灣的黑道在疫情抓難以前 之前是沒有貼到網 台灣黑道大概分為幾卦 就是本土掛大概就是天道門 然後外省掛大概就是竹聯邦 大家比較熟悉的大概都是竹聯的人 因為竹聯好像比較會媒體行銷 宣傳比較會包裝 然後他們竹聯也投資了很多演藝事業 語句事業之類的 電視台也有 所以他們的這個宣傳的管道做得比較好 那我還是站得比較好 那聽到我們在疫情專案之前呢 叫做中貫耍 如果老一輩的大概就知道 為什麼叫中貫耍呢 因為以前好像比較跑 每一個角頭 角頭角頭 他不是一個幫派 為什麼叫中貫耍呢 那個就是物流業 外省掛賣什麼 外省掛賣白粉賣槍 本省掛賣什麼 本省掛賣農業 彰化曾經發生過一個 在88年的時候發生過一個非常有名的事情 就是那個洪絲條 那個洩通運跟洪絲條的那個 那個槍殺案 我簡單來講 就是那個時候他們壟斷了所有的紅蘿蔔 黑道透過農會 然後去起座 什麼叫起座呢 就是說去把山都拔起來 榜田 就是所有的這個西州鄉 所有的農曆呢 全部都種紅蘿蔔 全部都種紅蘿蔔 我先給你錢 那未來呢 你的所有的紅蘿蔔呢 全部都給我 而且呢 你在還沒種之前 我就已經先把你買斷了 買斷了以後呢 他又開始去把 我從彰化、雲林、嘉義、台南 每個地方開始綁 綁起來 綁起來以後呢 接下來就是市場 其實黑道對經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其實到現在這個 農產經濟還是一樣被掌握住 為什麼有的時候 一顆高麗菜會300塊 有的時候一顆高麗菜只賣到10塊 甚至5塊錢這樣 為什麼 那個都是黑道在綁的 就是農會在賺的 他把紅蘿蔔都綁起來以後 市場就缺紅蘿蔔 缺紅蘿蔔了以後 他就釋出一部分 但是抬高他的單價 抬高單價以後 在這個三重跟這個萬華西藏路那邊的 台北果菜市場裡面 大家就開始化點 化點為了要搶 為了要搶紅蘿蔔 他們就開始本來一斤 農民所拿到的一斤 大概就是10塊錢 我當初是用一斤10塊錢去做的 但是經過市場壟斷了以後 再丟部分到市場裡面去 喊價一斤可以喊到300塊 所以從10塊錢到300塊這中間 他中間的利潤價差 可是300塊的這個利潤 並沒有回到農民的身上 並沒有 中間就是被整個物流業所壟斷住了 那時候還沒有叫物流業這樣的名字 就是障礦爽 為什麼障礦爽跟黑道有關的呢? 因為農產運銷 農產運銷 他必須要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高速公路 所以呢 所謂的中關線 大概就是指省道台一線 省道台一線 晚上農產品很多都是晚上 或者是清晨去收貨 大部分是晚上收貨 收貨以後晚上開始收 那你每到 你到了省道 你就會遇到不同的槓桃 所以槓桃跟槓桃 彼此之間必須要 互相留一些連結 要不然你遇到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地方派系 他就把你的車給打架了 你的農產品就沒有辦法準時 在七成四五點的時候 去到台北的果菜市場 你就錯過了寒假的時間 所以槓桃跟槓桃彼此 互相的合作 合作起來的這條線 就叫做中關線歐德 中關線歐德 其實就是跟議員 跟這個地方派系 這些農運會 互相的整個勾結起來 串連出一條非常暢通的 這個農產品運銷的一個管道 李登輝當上總統以後 其實在之前的台灣的政治 其實就是外省跟台灣的民主之間的 那個格惡很大 但是李登輝當上總統以後 拉攏像嚴親標這樣子的人 嚴親標早情彰化的年重人 拉攏很多這種本土掛的地方勢力 然後穩定了國民黨內部的政權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黑道開始 透過參選這件事情 評判 所以他們都跟你們說 建體很大嫂的摸摸 建體很大嫂 所以都偶爾來部就好 但摸摸 如果 我那個時候 你們現在應該不會 我那個時候在二十幾歲 回去一年以後呢 我打算出來選議員 我媽媽是哭著 我媽哭著說 你如果要選議員 我就在煮三 開天早晚的地方開一千八十 他說 他說 政體 我們家也不是黑道 也不是金主 也不是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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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做生意 也不是睡覺 你選這個議員 要做什麼 那個時候的認識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要去選議員 就表示擬定是有所補 然後呢 這個擬定 這個會被黑道來威脅 什麼的 那 這個 這個李登輝跟地方的本土 掛的黑道是 因為李登輝本身是念農經文 所以他對農產品運銷 對農業這塊特別的熟悉 特別是農會的這塊特別的熟悉 透過這個部分 把農會系統收農在變成 他跟外省幫 在國民黨裡面外省掛的力量 作為互相制衡的一個槓桿原理 所以讓很多黑道透過參選 漂白 其實也沒有漂白 只是懶一個黑而已 到了第二次的二親的時候 因為這個力量越來越大 他就把這些黑道全部都抓起來 那個時候大家有印象 就是那個都是直升機直接來 然後下去 然後就直接運走 也不用經過審判 直接運到綠島去 後來拍了很多的電影 都是這樣拍的 綠島風雨 火燒島之類的 很多電影都這樣拍的 當這些本土掛的這些角頭 這些地方混混小流馬 這些小流馬角頭 全部都被丟到綠島去了以後 大家反正大家每天在一起工作 我們都以同學互塵 就會發現說 奇怪 為什麼禮拜的都是電影的角頭 為什麼都沒有外省 為什麼電影都沒有來 才知道原來團結力量很大 人家就是有團結 形成一個派系 形成一個幫派 然後介入政治 所以天道盟其實是在綠島成立的 就是李登維把這些地方的角頭 全部都抓到綠島去了以後 大家互相研究交換彼此的心得 出來了以後 就共同成立了這個天道盟 這樣的一個組織 我在返鄉要參與政治的時候 大概就是地方黑道勢力最旺盛的時候 那一年94年我當記者 然後彰化縣議會的副議長是年重的 彰化縣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八卦山脈的這個沙石開挖 到現在都還有 到現在都還繼續在挖 嚴重人就是因為 殺死開挖的這個利益 親自帶牆 跑去把對方的這個不同派系的人 正在開挖殺死的這個 殺死車的司機開槍打死 打死了以後 繼續回去議會主持會議 地方上沒有人敢講這樣的事情 記者也都知道 但是沒有人敢報 那時候我就嘗試著 我沒有說我很大膽 我就嘗試著去報道這樣的東西 稍微提到這樣 因為就是地方台 因為是地下電台 地下電視台 所以可以用藝名 去報道這樣的事情 後來我就收到兩包 紅包 一包裡面大概 點點重量大概有10萬塊左右 另外一包抽出來 裡面全部都是銀錢 銘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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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都是銘紙 然後夾著一顆子彈給你 對 然後看你要選哪一包這樣 你還不可以給他退回去喔 對 你總不能 那時候我沒那麼大膽 退銘紙那一包給他 可是你也不能收 那個裡面有錢的那一包 後來我就把這個東西 全部都交給這個警方 交給警察 那警察有辦出來嗎 警察沒有辦出來 警察怎麼敢辦 辦不出來 年重能 是一個例子 那個 屏東的那個副議長 鄭太景 鄭太景更誇張 對不對 當著人家媽媽的面 自己當副議長 直接把從小一起長大的黑道朋友 直接打死 重點是 地方上的人都知道 但是沒有記者感報 沒有記者感報也就算了 地方上有那麼多的民意代表 包括民進黨的立委 都不敢講 都沒有人敢講這樣的事情 檢察官 只要大家一聽到說要調去屏東 都自動請調 不然就自然就會生病了 就會生病 要不然如果說 要去這個 要去查這個 跟鄭太景相關的 不管是酒店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行業賭場 這個檢察官一天就出車好了 不對 劃病啦 反正就永遠都辦不成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一年的 民進黨有一個立委 後來 變成一個考試委員 叫蔡世淵 蔡布 蔡世淵在立法院裡面 她把鄭太景這一件事情 講出來 她講出來 人家才敢報 蔡世淵在講了這件事情 以後呢 她講了一句話 我到現在印象都還很深刻 她說 黑道會比我們 氣焰還囂張 那是因為我們跪在地下 台灣人 整個土腳整個 所以習慣押頭看黑道 只要有一天台灣人走起來 黑道就是比我們小孩 她那時候在立法院講這樣的句話 我那時候剛好在立法院 然後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樣的一件事情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輿論的力量 還是輿論的力量 後來讓鄭太景臣 終於能夠神之欲法 所以 今天是3月20號 其實我今天從台北回來 再來之前我大概看了一下我的網誌 我在去年的這個時候寫了幾篇文章 3月其實 其實整個318運動 讓我最有感的是 324區行政院之後的這個 衝撞的整個社會的反應 後來我寫了一篇 請跟你的小孩談政治 因為我從小 在我從小長大的過程裡面是 我的父母親是不跟我談政治的 因為他們認為 你就是要去讀書 那不要去擦一擦無話無話的事情 好 擦一擦之後 這擦無話無話的事情 那 後來我因為對文字有興趣 然後開始去寫東西的時候 我媽媽就開始緊張了 因為我們家 我媽媽那一邊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就是在1950年代國民黨親鄉的時候 曾經有家人被國民黨拖出一槍瓶這樣子 而且是當著這個阿公阿嬤的面前 把人給槍斃掉 所以他們是對這個 對於你去參與公共事務這件事情 是非常害怕的 那 所以呢 他一直鼓勵我離開 一直鼓勵我離開 他認為你要離鄉才會安全 你對這個 對地方上有這麼多意見 你一定會得罪人的 得罪人的以後呢 你一定會 這個得罪人當然就是說 你跟地方上的利益會有所衝突 有所衝突 你可能就會被排擠 或者被開槍 或者被幹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是鼓勵 七年人要離鄉的 所以我回去一年多 其實不斷的遇到這樣的壓力 包括家人給我的壓力 家人給我的壓力是說什麼 是說 你是在台北全部討論的嗎 你為什麼要等待 那時候返鄉是 是一個loser的代表 這個在林森祥的那個交工樂隊裡面 交工樂隊林森祥的音樂 有一片是那個菊花夜行軍 菊花夜行軍裡面有一首歌提到阿成 回鄉 阿成回鄉 在客家莊裡面 那個客家人長大以後 一定都要出去的 然後會回來就表示 你在城市裡面是混不下去的 要不然你就是在城市裡面 做了什麼壞事 所以回鄉的時候 在他的歌曲裡面唱到 這個阿成回鄉的時候呢 阿成的內心是希望路燈啊 全部都按下來了 不要讓莊裡面的人看到我回來了 在那個 這個大概是80年代 90年代那時候我們 我們叫做青年那個時候 返鄉跟離鄉的這個心情 但現在不一樣 特別是經過318的這個運動以後 我覺得 年輕人回來的這個趨勢 越來越多 但是年輕人回來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就我這一年裡面一直在思考 我認為年輕人回來一定要有經濟基礎 一定要有經濟基礎 那這個是我以前做過的失敗的例子 就是說我回來我的經濟基礎不好 因為那個時候也不care 然後事後回想起來 那個時候 就是被告知說 我們是共同為台灣打拼 所以一個月領八千塊 是很好的台語 說是 為了台灣一個月不領錢 所以那時候是超時工作 超時工作然後低薪 然後包括有很多的風險 職業風險這些等等之類的 但現在再回想起來 其實青年返鄉要給年輕人有一個 好的經濟基礎 而這個好的經濟基礎 就不單單只是做生意這件事情 就要思考如何 比如說像我前幾天跟漾易在談的 一樣是養雞 那要養雞也可以關心公共參與 也可以關心公共事務 如何透過互聯網 如何透過網路的機制 然後透過這樣的機制去生產 一個和平 一套公益的這個商業流通的論述出來 而且我們試著去做這樣的事情 要不然每個年輕人都返鄉來開咖啡廳 一定會倒 人家就沒那麼多人都喝咖啡 對啊 對嗎 大家回去都想要做什麼工作 大家那裡都想要去返鄉開咖啡廳 我覺得這個可能必須要 在返鄉之前要對地方 對於你的政治經濟條件要有些認知 有些分析 然後對於特別是對地方要有些分析 那第二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你竟然返鄉 我的失敗經驗就是我返鄉的那些年裡面 非常的苦悶 為什麼非常苦悶 因為我找不到我的朋友在哪裡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然後二十幾歲一跳上去 就是四十幾歲的人 然後他接下來管 這個參與政治的人 大概就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的人 所以我二十幾歲 跟他們四五十歲的人的那個 語言沒辦法溝通 那個語言 然後找不到同樣二十幾歲的朋友們在哪裡 那現在有網路 有Facebook 有很多的青年人的團體 比如說像換張青這樣子 那 有這樣的團體 大家要互相的 互相的在一起 互相在一起呢 其實是要 分享彼此的挫折 跟互相的提醒 我幾乎每兩天 我幾乎每兩天就會跟亮毅 我們兩個人就會互相打電話 然後就會互相討論 最近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在台北 然後他在彰化這樣 我說那針對張藍產業園區 這一件事情 我們的政治態度是什麼 那我們的運動策略是什麼 那我們的運動策略是什麼 並不是說好 現在我們就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拉出來 所有的這個彰化的藝文界 無限帶頭 大家反國方式化全部 啪的全部都去 那我們要討論出運動策略 我們要討論出正式態度 我們要討論出階段性的目的 設定他的風險 跟他的這個 那個評估 他可能達到的媒體的效應 跟運動上的組織效應在哪裡 我們討論出這套東西以後 要把它變成一份文件 變成一份文件以後 由亮毅再去跟地方上不同的團體 像鹿港 鹿港有一群年輕的團體 去告訴他們 我想他也會找 換張青的朋友們聊 不同的人聊 那我負責做什麼 我負責去跟吳聖報告 吳聖 地方上總是會有一些精神領袖人物 我負責去跟吳聖吳老師報告 我負責去跟地方上的幾個大老們講說 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討論出一套方法 那這一套方法呢 我認為應該要怎麼樣來進行他的運動策略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我在二十幾年前回去地方的時候 就是自己一個人很充實狀 那找不到朋友 再加上那個時候的怨言 那個時候的經驗 不夠豐富 那沒有人可以討論 可是那時候又很有熱情 那那時候覺得地方上參與政治的這些人 對於政治的想像 我又很不認同 缺乏進步性 他們對政治的想像就是 要去涼香 要去跟別人擲暖 要暗時的時候 就是要去擠 要去喝酒 化菌 那我就想說 我如果這樣無前 我差不多多到三十歲而已 我就差不多結婚了 為什麼不能談理論 談理想 談對台灣未來的發展 然後為什麼不能把在議會看到的事情 把他讓這個資訊公開化 然後把這些事情就是拿來地方上談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那那時候他們告訴我說 你別去說這個啦 你說這個他們聽得到啦 這個也是我認為民進黨地方政治人物 必須要檢討的地方 那他們不會檢討 要透過年輕的力量 逼死他們去檢討 所以我就覺得 公共參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甚至參與政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世代 我剛剛講過 在1994年我退伍的時候 去到台北的基本工資 大概是三萬八 那時候一個雞腿便當 我在台北吃飯一個雞腿便當是四十塊 吃到六十塊已經叫做海陸大餐了 就是有蝦子有雞腿這樣 現在的年輕人 我在學校 我在彰化中州科大教書 我的學生 那是一個私立的學校 我的學生有三分之二來自中下工農的家庭 他們四年下來需要 我大概上課都算過 四年下來大概花一百零九萬 小朋友畢業了以後到社會上去工作 從二十二K 我今天又看到一個非常可惡的新聞 就是說這個國民黨的幾個立委 提案從二十四K開始 他告訴民青人說 我已經把基本工資從二十二K調到二十四K了 但是呢 有一個附帶條件 這個附帶條件叫什麼呢 因為基本工資是在勞委會底下的一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他把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給廢除掉了 也就是說未來要調漲工資全部都要到立法院裡面來 把基本工資納入勞基法 所有東西全部都要到立法院裡面來交曆 這個裡面我覺得他可惡的地方在哪裡 他表面上好像是幫年輕人提高了基本工資 但事實上他是廢掉了那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這是很可惡的 因為其實調漲基本工資 或者勞工的這個鼓勵分紅的制度 這個其實透過 他是一個行政命令 透過勞委員會的一個審議委員會 就可以要求公司裡面去執行 但長期以來 我們的勞動權益的部門不作為 不作為 然後才會讓或者說保障勞工的這個團體 太過向財團請 請向財團 所以才會讓這個審議委員會 他本來就可以找委員來開個會 就可以調賞的事情 他不做 那他今天把這個審議委員會 廢除掉了以後 然後告訴你們說 我把22K變成24K的 調了2K 但是這個審議委員會不見了以後 未來要調基本工資 全部都要到立法院去打一架 而且 有事啊 蠻嚴重的 這是一件蠻嚴重的事情 我說 我的學生畢業 大概從22K開始零錢 但是 現在一個便當大概 在台北一個便當大概 八十塊 七八十嘛 七八十跑不掉 七八十塊跑不掉 然後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上課的時候都會跟同學們算一下 同學大概得要花24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還完 讀大學四年裡面花的這些錢 也就是說你大概從四十歲開始 從四十幾歲開始 你才能夠 你的人生才能夠從零開始 四十幾歲 所以難怪會慢慢的少子化 衰的是 衰的是後輩 其實衰的是現在這個世代 那也是我現在 我之前 我那個時候告訴Angela說 我覺得 我必須要花一點時間來 思考做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 是世代不正義的問題 什麼叫世代不正義 現在的年輕人 年輕人窮 是因為制度結構的關係 不是因為年輕人不努力 現在的年輕人很努力 但是很有可能會變成窮盲主 蝦盲主 最後會過勞死 所以 所以 必須要從制度面來做改善 那這個 那這個當然後面又有一套 有一套整個論述 那我覺得其實年輕人 反鄉 第一個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經濟條件的問題 那這個經濟條件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透過彼此互相串聯 比如說 像量益在思考 透過APP 然後整合整個物流業者 那大家就不必 我這個機 透過宅配 要叫一次物流業 你那個西州的米 透過宅配 又要叫一次物流業 你底皮桃 見灰 見盆栽 你要出去 你又要叫一次物流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這個APP 把這個物流業全部都整合下來的話 大家都可以 省下很大的這個成本 要知道朋友在哪裡 要有運動的策略 要有風險的控管 要有階段性的目標 最後要知道 我們最後這一條路會走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團結非常的重要 我後來都自己開玩笑說 我回去串聯這些事情 經過了一二十年的失敗經驗 也跟黑道互相的往來 這一二十年 我覺得我就是 就是把黑道如何在經營他們自身利益的這一套 我覺得這一套 政治經濟的策略 我們必須要學起來 但是我們要把它用在 我們所信仰的那一條道路上面 因為我一直相信 信仰是唯一能夠穿越死空的一種方式 裡面要很清楚 有一個很清楚的信仰 我其實想把時間share給大家 所以我想接下來我們就把所有的時間給各位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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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